嗨,欢迎来到乐乐世界,今天乐乐与你们一起分享中国五月之一,华山。 华山,作为中国著名的山岳风景区之一,华山以其险峻的山峰、壮丽的景色和悠久的历史文化而闻名于世。 攀登华山是中国徒步旅行的经典之一,也是很多登山爱好者心中的梦想。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华山的奇妙之处吧。 探险华山,登临华山,是一场令人心潮澎湃的壮丽之旅。 它以险峻而著称,以其险而闻名于世。 华山群峰耸立,云海翻涌,石刻古运,道教文化流淌,每一步都蕴藏着精闲与挑战,却又赋予人无穷的勇气和力量。 让我们踏上华山,勇往之前,领略这座神奇山脉的壮丽与神秘。 新来的看官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免日后错过精彩视频。 华山,古称西越,亚称太华山,是中国五岳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底和中华民族的圣山。 华山雄伟壮丽,碧里千韧,寻风挺拔,被誉为华山天下险和齐险天下第一山。 华山四季各有千秋。 春季是踏青的好时节,夏季可欣赏日出和美丽的云海,修季是登山上枫叶的最佳季节,冬季则有洁白的雪景。 华山名字最早出现在山海经和羽共中,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华山是道教全真派的圣地,也是历代皇帝进行祭祀的地方。 华山的植被面积约为130万亩,分布在真叶林和落叶阔叶树林区。 华山还是众多动物的家园,有204种脊椎动物和1500种昆虫。 气温从山脚到山顶地间,年平均气温为6.8摄氏度,年温差较小,高山区气温更低。 在华山上,你能感受到它的自然之美。 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体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齐峰 华山,被誉为齐险天下第一山,是中国著名的山峰之一。 它的群峰挺秀,以险郡称雄于世,自古以来就以华山天下险和齐险天下第一山而闻名。 这里的齐险可不是闹着玩的,它是华山风光的精髓呀。 自古华山一条道这句话形容的就是华山的险郡。 华山只有一条路可走,而这条路却是建在悬崖峭壁上,令人不寒而栗。 长空战道,要子翻身,千尺壮,白齿霞,老君离沟等景点,更是让人心惊胆战。 长空战道是一条建在悬崖绝壁上的战道,令人感到非常刺激。 要子翻身则需要人们在悬崖边上翻身而过,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千尺壮,白齿霞,老君离沟等景点也都非常惊险刺激,需要人们攀爬,穿越或者爬上绝壁才能到达。 这些景点都是在华山的峭壁、绝崖上凿出来的,让人不禁感叹人类的智慧和勇气。 华山虽然危险,但也变得更加珍贵和美丽。 云海 华山的云海是一种神秘而美丽的景观。 在不同的天气和季节中,云海呈现出多样的形态,有时轻柔如丝绸,有时汹涌澎湃,给人以震撼和惊奇之感。 云海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即雨后或雪后的晴朗天气。 这时,地面上的水气受到阳光的加热,上升形成水蒸气,与到冷空气凝结成云层,最终形成云海。 华山的云海最常出现的季节是冬季和春季,即12月至6月。 这段时间,气温较低,湿度较高,再加上降雨或降雪后的晴朗天气,更容易形成云海。 如果你有机会去华山旅行,一定要留意天气情况,争取在云海出现时前往。 欣赏这一壮观景象。 日出 华山的日出也是一道壮观的自然景观。 华山被誉为神州九大观日出之一,而朝阳台则是观赏华山日出的最佳地点。 朝阳台位于华山东风,也被称为朝阳风。 每到旅游季节的黎明时分,朝阳台上聚集了大量的游客,他们期待着最辉煌、最壮观的一刻。 当太阳从远山缓缓升起,映照在群山之间,整个天空都被染上金色和橙色的光辉。 这一刻让人感到震撼和感动。 如果您想要欣赏华山的日出,最好选择在旅游季节前往,并提前做好准备。 由于朝阳台是观赏日出的最佳地点,人流量较大,您需要早早到达才能找到一个好的观赏位置。 由于早上气温较低,您还需要注意保暖,以免感冒。 华山的石刻是一处珍贵的书法艺术宝库,主要以磨牙石刻为主,被誉为镌刻在牙石上的书法博物馆。 这些石刻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雨洗礼,仍然保存完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华山就是文人默克们的聚集地。 历代的文人们往往在这里豪情大发,富士辉豪,可谓众多不已而足,因此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 这些文人们不仅在纸笔上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作品,还将它们的才华和艺术品味融入到了石刻之中。 华山的石刻书法种类繁多,形、草、栗,转等各种字体琳琅满目,各具特色。 其中最著名的是唐代大书法加怀素的《华山提克》和明代著名书法加文争名的《华山石刻记》。 这些书法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篇章。 如果你有机会前往华山旅游,一定不要错过欣赏这些珍贵的石刻艺术品。 华山是中国道教主流全真派的圣地之一,被誉为第四董天,也是中国民间广泛重逢的神奇,即西越华山君神。 在华山上,有众多的道教建筑和宫贯,是道教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 华山上共有72个半悬空洞和20余座道观,其中玉泉院、都龙廖、东道院、镇月宫等, 被列为全国重点道教公馆。 这些道观建筑风格独特,富有道家文化的特色。 在这些公馆中,还收藏着许多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 例如陈团、郝大通、贺元熙等著名的道教高人所书写的经典和书法作品。 华山是全真派道教的发源地之一,也是全真派道教的重要修行之地。 在华山上,您可以体验到道教文化的深厚底蕴, 领略到其独特的宗教氛围和精神内涵。 华山还是中国古代文人默克榴莲之地。 历代文人们在这里留下了许多诗文作品, 进一步丰富了华山的文化内涵。 金锁关 金锁关是建在三峰口的一座城楼般的石拱门, 是通往华山东、西、南峰的咽喉要道。 它位于山路的闲耀之处, 是古代华山的重要关爱之一。 金锁关周围环绕着古松苍翠, 骑士林立, 常有祥云环绕, 景色非常壮丽。 站在关前, 可以观赏到北面的景积首于寒气室, 西面的老湖口景观等美景。 金锁关除了拥有美丽的自然风光, 还富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据传说, 金锁关是唐代名将李靖所建, 用来防御山上的妖魔鬼怪。 在明清时期, 金锁关曾经是华山道教全真派的重要场所之一。 许多道教高人在这里修行, 将道、传授武艺和医术。 金锁关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 也是道教文化的重要见证。 对游客来说, 金锁关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旅游圣地。 您可以欣赏到华山壮美的自然风光, 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底蕴, 同时还能了解到华山在道教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文化遗产, 金锁关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是华山旅行中的重要一战。 苍龙岭 苍龙岭是华山著名的险道之一, 位于旧苦台南五云风下。 它印起苍黑色的外观和像玄龙般的帝势而得名。 苍龙岭的险峻程度令许多游客感到胆战心惊。 苍龙岭上下高差约五百米, 坡度在四十五度以上, 给人一种仿佛在薄刃上行走, 绝合牵齿的感觉。 在苍龙岭上, 您可以远望轻松和白云, 聆听丰盛的呼啸, 这样的景象令人心悸而又兴奋。 苍龙岭的险峻景观 给人一种挑战极限和突破自我的感觉, 吸引了许多勇敢的游客前来体验。 长空战道 长空战道位于华山的南天门外, 是华山险道中的第一道险段。 修建者在峭壁上遭出失控, 然后将线形石装插入孔中, 石装之间铺设宽约40厘米的木板, 形成一条悬空的战道。 游客在穿越长空战道时, 需要贴身靠近崖壁, 手握铁链, 脚踩木板, 并侧身缓慢地向前移动。 长空战道的修建极具挑战性, 需要工匠们在峭壁上 凿孔安装石装和木板, 而游客在穿越时, 也需要保持高度警觉和稳定的步伐。 这条战道给人一种刺激和惊险的感觉, 同时也让人感受到 崇山峻岭的壮美景观。 千尺壮 千尺壮位于回心石下, 是华山步行登山的第一个险境。 千尺壮山壮壁直立, 其间仅容二人上下穿行。 两边铁链垂直下垂, 坡度为70度, 从上到下共有370多个台阶, 宽度都不足以容纳, 两人并排走过。 攀登千尺壮需要游客具备 较强的体能和平衡能力, 同时还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 在攀登途中, 游客需要手脚并用, 小心翼翼地穿行在山庄之间。 整个过程需要游客保持平衡, 时刻注意安全。 千尺壮是华山上最具代表性的险道之一, 也是华山旅游的重要景点之一。 攀登千尺壮可以让游客感受到华山的雄奇与壮美, 同时也可以挑战自我, 提升自我勇气和毅力。 耀子翻身 耀子翻身是华山著名的险道之一, 位于从东风到下棋亭的路线上, 是游客必经之处。 这段险道建在上吐下凹的道坎悬崖上, 下方只能看到悬挂在空中的锁道, 而路径则无法被直接观察到。 攀登耀子翻身, 需要游客面臂挽索, 用脚尖寻找石窝, 然后交替移动。 其中几步需要游客像鹰药一样, 翻转身体才能通过, 因此得名耀子翻身。 攀登耀子翻身, 需要游客具备较强的体力和平衡能力, 同时还需要勇气和毅力。 在攀登过程中, 游客需要小心翼翼地穿行于悬崖之间, 时刻保持安全意识。 耀子翻身是华山最具代表性的险道之一, 也是华山旅游的重要景点之一。 攀登耀子翻身, 可以让游客感受到华山的雄奇和险峻, 同时也获得一种挑战自我的成就感。 西岳庙 西岳庙, 又名华岳庙, 是历代帝王供奉和祭祀西岳大帝绍号的庙宇。 始建于汉武帝元光年间, 公元前134, 前129年。 西岳庙是中国古代祭祀山神的重要场所之一, 也是华山旅游的重要景点之一。 西岳庙与华山实行连票制, 游客在前来参观西岳庙之前需要先游览华山。 游客可以在华山上欣赏到绝美的自然风光和壮丽的险峰怪事, 感受到华山的独特魅力。 然后再来参观西岳庙, 了解中国古代祭祀山神的历史和文化。 南天门 南天门位于华山南峰东侧, 从东峰南坡下经过二仙刊, 紫棋台沿着崎岖的小径攀院上就能到达南天门。 南天门是登临朝圆洞, 长空战道, 贺老师市, 玄珍雅等景点的必经之路。 攀登南天门需要游客具备较强的体能和平衡能力, 同时还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毅力。 在攀登途中, 游客需要小心翼翼地穿行在悬崖之间, 时刻注意安全。 但是, 一旦攀登到南天门, 游客可以欣赏到华山最为壮观的景色, 感受到华山的独特魅力。 华月仙长 华月仙长是观众八景之一, 也是华山东风的奇景之一。 仙长是指位于东风东北的仙长崖上的一处奇特地貌, 它的掌迹具有五个指头, 非常像一只手掌。 在东风上是看不到仙长的, 只有在华山车站附近才能看到这一奇景。 作为观众八景之首, 华月仙长的美丽和神奇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观赏。 在欣赏华月仙长的同时, 游客还可以领略到华山的壮美景色和独特魅力。 玉泉院 玉泉院是道教主流全真派圣地, 也是华山道教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 游客从华山域游览华山时, 也需要经过玉泉院。 玉泉院建于宋人宗皇右年间, 由道士贾德升为师父陈团所建, 经历了几次破坏和修善, 到了明清时期才有了现在的规模, 最初名为西医祠, 后来改名为玉泉院。 作为道教圣地, 玉泉院吸引了大量的信徒前来朝拜和学习。 同时, 玉泉院也是华山旅游的重要景点之一, 游客可以在这里领略到道教文化的独特魅力, 感受到华山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华山是一个充满魅力和惊喜的地方, 无论您是徒步旅行者, 自然爱好者还是历史文化追寻者, 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乐趣。 如果您有机会去到中国, 一定要去华山走一走, 体验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 让我们珍藏这段宝贵的记忆, 以华山为起点, 勇敢地探索更多壮美的风景, 追寻自己内心的山川, 走向更加辽阔的人生旅途。 乐乐温馨提醒您, 在山上产生的垃圾主要是食品的包装袋和水瓶, 请不要乱扔垃圾。 虽然山上有垃圾桶和清洁石, 还是建议大家自备塑料袋把这些垃圾装下山, 因为那些垃圾最后还要靠工作人员一处一处清理, 单运下山。 另外山路险峻, 攀登时切勿打闹, 注意安全。 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与我们一同分享更多精彩的旅行故事和景点探索。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